开始来看这样的新闻 新北市有一名脸色比较红热的男子 他要搭乘 他就指控 这是Aloha客运 他要搭乘的车子回云林 没有想到到新装站买票的时候 受票员看他脸红红的 觉得他好像是喝酒 拒绝受票给他 他当时气得跳脚 他说我又没有喝酒 怎么光凭目测我脸红红 就说我喝酒呢 就怒控客运拒载 马上连线给记者人一帮 他像这个要问一问 但问我只是调略 好 主播观众 在新北市的一间客运业者 竟然发生了聚载客人事件 不过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当时的VCR却呈现了 其实在柜台 目前我们看到身穿蓝色衣服 头顶有点微凸的这个中年男子 他走进来的时候脚步就有一些不稳了 同时走进来的时候就满身酒味 让这个柜台的售票人员闻到了 那么这个售票人员就惊觉 他可能是酒醉客不移上客运 所以因此就先跟着客人讲说 您要不要休息一下再买票 没想到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这一名男子就非常生气 先用手指的这个票人员大声咆哮责骂 接着就打电话烙人说要爆料 找记者来这个采访 整个过程呢 这个酒醉客在这个客运站 整整闹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现场状况 因为他这里跟我们的站务有很多争执 为了他喝酒的事 不让他上车很多争执 所以我们更怕他上车去以后 会发生更多事情 因为车子终究100公里的速度 在高速共行驶 所以我们很怕发生安全的事件 这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可以听到当时客运业者也有回忆 因为这名男子的酒味实在太重了 基于考量国道的这个交通安全的状况 所以才拒绝这名客人上车 那么由于这个乘客呢 大约闹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去 也让这站入人员相当的烦恼 那同时业者也有表示 一般他们会用这个味道来分辨乘客 是不是有喝酒的情况 因为之前真的有不少酒醉客 大闹国道的情形 所以逼不得已才拒绝 这名酒醉客上客运 以上目前是最近状况的相当 我们知道胡安普内主播 所以不只是他这个脸色红润 真的有喝酒 这个乘客现在跟这客运公司 双方当然也都有话说 但是这客运公司表示 为了维护这样在国道上面的安全 当然还是有权利聚在一些客人